袁子 現在這個國民黨是不是 只要是許曉星講的話 你們都覺得是對的 都力挺到底嗎 包括許曉星昨天 這跟外交部長的這個大對決 還包括我真的其實 我真的也很想問你 因為這場記者會你也在 戰鬥藍市場記者會 趙爾康有講啊 為了許曉星 這個既然這樣 我們就修國家機密保護法 然後我們還要改這個條文 讓公務員 讓這個 誰是把這個文件 設定為密件的這個公務員 把它找出來 讓他可以判五年 然後這個法修過之後 許曉星就可以用這個法 去告這個公務員 搞死這個公務員 你是不是也支持 因為你們都在場 還有許曉星提了一個 莫名其妙的提案 提升吸毒詐騙酒駕債犯率 整個網路炸鍋 你有簽嗎 我沒簽 你沒簽 好 那恭喜你 那這個案子後來許曉星說 是助理寫錯了 但是我道歉 然後呢 十七個欄尾提案 你們現在是不是 許曉星的提案 看都不看 許曉星三個字就給他 就給他簽名 這個撩下去了 然後呢 現在包括什麼 呂家凱 有人說他落井 嚇死了 現在整個被圍剿了 然後呢 這個 對於許曉星 而且許曉星 針對於四叉貓 要去他家樓下 已經申請到陸權 許曉星說 他對於這種無恥 丟臉的事 他不只是這個 四叉貓 他說呢有人做丟臉無恥的事情 我向來都鼓勵 我從來不攔阻的 我從來不是來會去攔阻 這種事情的人 那你們也支持許曉星 這種說法嗎 呃 一件一件來 第一個 第一個他的提案啊 他是筆誤啦 實際上那個提升 應該要改成遏止 但是他筆誤 顯然提升 就是變成完全相反 我先問你 你有沒有提過案 現階段 請問你 你提案人是親筆簽名 還是蓋印章 我親筆簽名 簽簽吧 所有都是親簽 當你簽字的時候 你那個提案要不要看清楚 對啊 對啊 那答案不就揭曉了嗎 怪助理幹嘛 他還講說我檢查沒有檢查到 是助理咋錯 我不是說你 我說怪助理幹嘛呢 沒有 沒有 這個就是 不是這個就是錯了啦 就是筆誤啦 這就是筆誤啦 所以他也道歉了啦 當然那個伊副哥剛剛講 他也知道嘛 所以他就會道歉 但網路炸鍋說 你們都在問是不是啊 都不用看了 就簽了喔 那這個就要蓋花承受啦 那可以問傅昆琦 洪夢凱跟林思敏 三長為什麼會簽 三長都有簽啦 就嚇到了 不敢不簽 不敢不簽 小心三個字 不敢不簽啦 但是坦白說 這個所謂的提升 什麼吸毒詐騙 酒犯再犯 這個是在暗游那邊 就是通常我們修法嘛 後面是法律的文字 前面會寫一個暗游 就是你幹嘛要修這個法 所以法律本身是沒有問題 條文本身沒有問題 那你如果看他的條文 其實他是遏止的意思 但是暗游把它寫成提升 我講難聽一點 我進步著要吐槽你 你提過暗嘛 對啊 提案 暗游一定是寫在最前面 在第一頁 所以表示他連第一頁都沒看 連網友都比你們認證 不是比你啦 我說都比徐小青還沒認證 不是網友都找出來了 他由於條文不相符怎麼處理 就是筆錄啦 對啦就是筆錄啦 那連署我講一下 連署有時候是這樣 你們都被徐小青綁架 徐小青自己慌了 你們也慌了 跟著他一起喔 那個真的不是徐小青的問題 那個連署是這樣 其實我們黨團有五十幾個委員嘛 然後每個委員都會找我們其他 同黨的委員幫忙連署嘛 而且有時候不是委員自己拿來 是助理拿來 助理就會比如說 像我昨天在吃早餐 我這邊在吊一個三明治 然後手上都是東西 他就跑來了 委員可以幫我連署一下嗎 那我們就會說 你這個大概講一下是什麼法案 我們就是他跟我講說 這個是我們要幹嘛幹嘛幹嘛 我覺得沒問題我就簽了 所以真的不太會 每一個文字去看 那記者會你總是聽到了吧 要修國家經濟保護法 然後要搞死公務員 你們支持嗎 搞死是一個形容詞 但是就是說 其實不是從我們這屆開始 包括從上一屆開始 其實國民黨的立委都覺得說 為什麼很多東西都被列為密等 這件事情其實很有意見 我記得最近有一個影片 是江啟成的 網路上也是非常紅 就是他在質詢法務部長 那個蔡清祥 就直接就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是密等 為什麼 根據什麼法 其實當時蔡清祥也講不太出來 所以大家一直想要把這個東西 把它修得比較法治化一點 那我們 我們國家機密保護法是 是比較法治 就是有個法律條文規定 就是四種狀況你不可以列為機密 可是公務人員 如果是根據另外一個 就是行政院的文書規則的話 他要列就列 他覺得要列就列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有的時候就逃避監督 就是說我這個東西 也許我裡面有鬼 我把它列為密等 以後可能就 大家就不會來看了 所以本來我們就是想要去修這個法 那趙康康其實那一天 講的就是這一件事情 那當然因為那一天 大家有點同仇離開 所以可能講話就比較激情一點 趙康康講的非常具體 我們修改這個法 然後把那個誰把這個 徐曉欣手上密件列為 這個文件列為密件的那個公務員 找出來之後 我們就修這個法 讓他可以被關五年 然後檢察官出手的時候 我們就然後叫徐曉欣去告 他就可以整死這公務員 我是講他完整的說法 因為那天我遲到了 不是啦 我是講這個 你故意好了 你故意遲到這件好事 我是講原由啦 我是講原由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大家會對這個有意見 是我剛剛講的那樣 至於說他講每一句話 因為我沒有聽 我沒有那個來龍區沒有聽到 原由就是我剛剛講的那樣 然後再來就是 有關於就是五一八 就是大家要去徐曉欣他們家 去陸泉嗎 去陸泉那件事情 因為小青那天他不在 他去那個太平島 所以他也說你們要去就去吧 反正我要去太平島了 就這樣 那我覺得大家好要去就去了 對 那你不要常常去啦 因為畢竟那個是個民宅 就除了徐曉欣之外 還有其他鄰居啦 所以沒事一票人在他們家那邊走來走去 其實也是對他的 那個社區的一個干擾啦 所以大家有去就好了 但不要太平凡 然後也不要一直對窗戶裡面拍照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是真的有點 他家在樓上怎麼拍啦 三樓怎麼拍啦 因為那時候四叉貓不是有教大家嗎 怎麼做三角函數 他不是教大家 他是說根本看不到徐曉欣 他是說看不到 然後徐曉欣自己要小心 離那個窗邊多好 你就完全看不到 那沒有拍 因此你有點心水小偷的概念 沒有沒有拍最好 沒有拍最好 我只是呼籲而已 我沒有說大家一定要啦 因為你去到現場 你多多少少想到到此一遊 我來拍一下 然後PO個臉書 我覺得這個很可能會做這個事 我只是呼籲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徐曉欣 今天早上在接受媒體廣播訪問的時候 他有提到他申請隨戶啦 那有人就在質疑說 徐曉欣你是不是要製造話題啊 你需要申請隨戶嗎 你不是蜜歡嗎 你有在怕嗎 我是我覺得就說 確實就是說他認為他有被跟燒 那當然跟燒他的人認為沒有 但他認為他有被跟燒 那我覺得因為他已經被大家討論 一個多個月了 那再加上就是說 徐曉欣這個人就 蠻多的人不喜歡他 不喜歡他 那當然我是相信說 絕大多數人都是理性的 可是可能就是說 一兩個如果不理性的人 遇到他 然後對他怎麼樣 那當然以他一個女生來講的話 他一定會比較擔心嘛 所以申請隨戶 我覺得不是為了炒聲量 其實像政治人物都不會想要申請隨戶 我們選舉的時候也可以申請隨戶 可是我們都不會去申請 為什麼 因為你申請隨戶 就有一個人一直跟著你嘛 所以不會想要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很單純的行為 那我覺得我認為徐曉欣這個事情 應該就是慢慢慢慢淡去 你看現在連 現在國民黨的這個民調支持度 一路狂跌 各項民調都崩跌了 你們都認為跟徐曉欣沒關係 所以繼續力挺他嗎 我們一定是力挺他 可是因為我覺得 我必須要講 像譬如說我們幫徐曉欣講話 蠻多來罵我 我們幫助詞都會接到電話 就是說 因為自己不要再幫徐曉欣講話 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以我們的立場 就是第一個我們 我們瞭解他的狀況 他確實不是大家講的這樣 但是他這個人比較激烈 他比較激烈 所以很多人也會 以其人之道 環制其人之身去攻擊他 但那個 那個是一回事 可是有的東西 我覺得確實是 跟事實是比較不符的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們還是會幫他澄清 但是幫他澄清 當然就是同黨的 就一定就是在一起啊 不會想說 哎呦什麼好你落難 然後我們就跟你切割啦 你不會這樣